世界上最诡异的九个选美标准你都知道吗 绝对打破你对审美的认知 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那些震惊你全家的选美标准 全程高能切勿眨眼 一 鲨鱼齿 相信很多人在动漫里看到过这种尖尖的鲨鱼齿 在动漫角色身上还是挺有萌点的 但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叫做明达威的土著部落 那里的女性也是这样的牙齿 她们只有拥有了鲨鱼齿才会有男人喜欢 如果男的在部落全力 她要找的妻子就必须是牙齿锋利的不行的女人 这事关男性的权利和尊严 但是这种牙齿全都是后天削出来的 她们可没什么麻药 直接就是拿着错刀往牙上削 等削出个大概形状之后 再慢慢用改锥慢慢磨 直到把牙齿磨尖 整个过程就跟兽型差不多 老黑光是想想就已经开始牙疼了 二 黑牙 同样对牙齿下手的还有日本 这种黑曲曲的牙齿在过去可是日本美女的象征 而且只有贵族女性才能够将牙齿染成黑色 她们有一种特制的染牙液 是用铁蟹 醋 酒 五倍子粉末等混合在一起 静置上两个月之后就能上牙了 染出来的牙齿又黑又亮 想象一下你的对象张着大嘴 咧着一口黑牙看着你 这画面简直不要太诡异 三 大唇盘 这是非洲埃塞俄比亚 一个叫做摩尔西族的部落的审美标准 他们那的女性从十岁开始就要在嘴唇上开个洞 然后往洞里塞一个圆盘 随着年龄增大 盘子也会越来越大 而且盘子越大 女性越受欢迎 结婚时男方给的彩礼就越多 不过除了这些 还有更诡异的选美标准在后面 这些奇葩的选美标准你都知道吗 四 平胸 平胸及正义 这句话在我国也十分流行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 这算不上什么奇葩审美 但是对于毕鲁人来说 他们对于平胸的追捧 却是到了一种奇葩的地步 毕鲁人喜欢那种一马平川的女性 不仅喜欢平胸 而且尤其讨厌俱辱 这是他们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审美 过去毕鲁人为了生存 汇取森林里打猎 女性也会跟着男性一起去 而胸大的女性 无法很好地开弓射箭 所以她们甚至会将乳房切除 这种女性在古代会被称为英雄 久而久之 平胸就这样在毕鲁流行起来 现在的毕鲁女性 大部分也是小胸脯 五 长耳垂 在我国也会有很多人 用耳垂来评价一个人 还有俗话说 耳垂大的人有福 而在印度尼西亚 有一个叫做西亚达雅的部落 那里的女性以大耳垂为美 从小就会打耳洞 然后佩戴黄铜制的耳环 硬生生地将耳洞拉到巨大 这个过程中 女性也会遭受耳垂被撕裂的疼痛 但是她们不得不承受 因为没有大耳垂的女性 是嫁不出去的 六 雀斑 无雀斑不美女 这可是挪威人的审美标准 因为血统的关系 几乎每个挪威人脸上都会长雀斑 而且雀斑越多 在当地就越是美女 那些长了满脸雀斑的女生 甚至不愿意用粉底给盖住 雀斑就是她们美丽的标志 那么除了这些 还有哪些奇葩的审美标准呢 九大诡异选美标准 都有哪些七胖子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 有一个叫做比亚伯迪的部落 那里的男性必须是大胖子 才能算得上是帅哥 那里的女人也只喜欢长得胖的男人 看着这一个个圆滚滚的身材 在我国可是会被催着去减肥的程度 但是在比亚伯迪的部落 每年还会举行未婚男性选美大赛 每个男性都会在那一天拼命长胖 然后还有更奇葩的 到了比赛期间 所有参赞的男性会喝一种 由血液和牛奶混合而成的饮料 将自己的肚子撑到最大 喂的就是夺冠 因为获得选美比赛冠军的男性 会成为部落的英雄 地位也会变得更高 会获得更多女孩的求爱 但是获得地位的同时 那些胖得不行的男性 甚至连路都没法走 胖得动一下都大喘气 那么你喜欢这种选美标准吗 现在的审美来看一字眉非常奇怪 但是在塔吉克斯坦 女性如果长着一字眉 那就是大美女 这是他们古代就有的审美标准 女性的一字眉如果越粗越近 那就说明会有更好的姻缘 而男性如果有一字眉 那就说明这个男性 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而那些长不出一字眉的人 甚至会去闻美貌 在脑门上闻出一条 又粗又长的一字眉 咱就是说这种审美 我们确实是无法理解 九 下巴纹身 这是新西兰毛利族女性的审美标准 在这个土著族里 女性会在下巴上闻一些 奇形怪状的图案 就像是长出了胡子一样 让脸上看起来脏脏的 但是在毛利族人看来 有下巴纹身的女性才是大美女 在部落里会更受欢迎 因为毛利族是一个崇尚纹身的部落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见